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悟入鲜洞傾黑間,洞外已過十二年。 文廣通為了追逐食他農作物的野豬, 進入一處洞月中。 洞月內別有洞天,有數百家的房屋。 他在那裡見到何尚公正在港壽老子, 原來自己來到一個煽動世界。 南朝宋文帝,元家二十六年, 神溪院有個稱為藤村的村落。 從神州搭船,亦留以上一百里, 便能在北岸抵達這裏。 藤村裡有個男子名叫文廣通。 某一天,有頭野豬闖入他的農地, 開始享用文廣通的農作物, 被他當場遞住。 文廣通拿來弓箭射中野豬, 野豬負傷逃跑。 他便追蹤野豬沿途遺留的血跡, 走了十幾里的路程。 最後走入一個洞月中。 這個洞月非常心碎, 文廣通走了三百多步都沒有抵達盡頭。 忽然眼前一片光明, 幾百家房屋出現在前方。 文廣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 不過看到那隻野豬跑入這個村落的豬卷中, 於是先靠近那裡看看。 忽然有一位老翁從旁邊的屋走出來, 問道:"你就是射我豬的人吧?" 文廣通解釋:"那頭豬吃了我的農作物, 並不是我沒理由的傷害它。 老翁說:"千隻牛踩壞別人的農作物是不對的。 但憑這如此, 就想將別人的牛整頭搶走, 就這樣不對了。 文廣通被老翁點醒, 立刻叩頭致欠。 老翁說:"知錯能改, 就不算錯誤了。 這頭豬命中就該得到這次的報應, 你就不需要賠罪了。 老翁邀請文廣通到屋裡看看, 裡面有十幾名書生, 全都頭戴張普冠, 身穿寬袖單衣, 有一位博士獨自緬朝南方坐在一個臥塔上, 他正在港壽老子。 這充滿書鄉氛圍的室內, 同時, 又從旁傳來十個人對錯彈琴的惡聲。 其旋律非常弱而動聽。 隨後, 有一個童子端上了酒菜, 老翁便拉著文廣通一起喝酒作樂。 喝到文廣通酒醉飯飽, 感到身體十分舒適, 於是辭謝, 停止了喝酒。 文廣通看著外面的老人, 與外界並無不同。 只是環境優美清淨, 真是個別有動天的世外桃源。 他心想, 在外面實在難找到這種地方, 於是想要定居在這裡。 但老翁不答應他的要求。 老翁派了一個小孩負責引導他離開這裡。 同時叮嚀小孩要把入口關好, 不能讓其他外人進來。 過程中, 文廣通問小孩,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啊? 小孩回答, 屋內的那些書生都是賢人, 他們最初是為了脫離暴君下結的統治才來到這裡。 由於學到而成為神仙。 港壽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何尚公, 而我是漢代山羊人, 王富智。 為了向何尚公請教老子中的一些疑問, 而來到這裡。 我已經在何尚公的門下當了120年的蘇地博人。 現在先讓我當守門人, 仍無法得道道經的要決。 兩人走到動月入口時, 文廣通依依不捨地向王富智再三告別。 心想以後應該不會再相見了。 文廣通走出動外後, 發現公見都已經離奇的富有了。 回到村落後, 全村的村人看見他都大吃一驚。 原來他短暫的鮮動之旅, 外界以過去十二年的光陰, 家中早已幫他舉行了喪事。 隔天,文廣通和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個鮮動的位置, 卻看見一個巨石堵住了洞口, 無論如何都搬不開了。 好了,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。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, 請你訂閱、按讚和分享。 多謝你的收看,下次再見。 香港公眾要接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